主料,红萝卜400克,鸡蛋6个,水饺皮400克,辅料,油,盐,姜,鸡粉,五香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红萝卜削皮,擦撕,果烧热热放油,放下碎爆香,倒入红萝卜丝大火炒,至变色变软,加盐搬均匀出锅,鸡蛋加盐适量,烧烧打散, 金石青黄石黄,大火烧热油,中火倒入鸡蛋,至速翻炒两下关火,利用预热再炒几下,加炒好的红萝卜,鸡蛋,葱,鸡粉,五香粉,也可以加点香油,混合拌匀,买来的水饺皮,开包,烧水制开,加点盐盐,避免粘锅,放入包好的水饺,开锅点一次水,再开锅就烙就是皮肤的时间, 烹饭技巧,鸡蛋不要死气白癌的打散,青是青黄是黄,炒鸡蛋时也不要死气白癌的炒,既炒老,注意火候,炒出的鸡蛋才能又烂又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